美中關係引發全球的 這一個政治經濟軍事變化的同時 今天媒體追蹤傳出來 過去曾經在美國駐古巴外交人員 上面出現的哈瓦那症候群 竟然連CIA的局長都發聲 是 我們今天最後用非常輕鬆的心情 來談一個嚴肅的題目 叫做哈瓦那症候群 什麼叫哈瓦那症候群 大家知道很多的這些病症 很多都是從地方命名 你有武漢肺炎 你有香港 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還有哈瓦那症候群 這是怎麼來的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看到有頭昏 失去平衡感 親歷喪失 你會很害怕 你趕快去做快篩 怕得了新冠肺炎 可是呢 在2016年第一次 美國駐古巴的哈瓦那的一些 這個外交官 他忽然發現了頭暈的症狀 他失去了平衡 他聽覺喪失 他焦慮 那正常的狀況之下 可能醫生說 你太緊張了 你回家吃個 好好睡覺 那麼這個 吃點症狀藥 大概就可以了 可是美國很認真的去研究這個問題 他認為這個是認知迷霧 非常可能是古巴對當時的美國外交人員進行音波攻擊 當然古巴說沒有這回事情你想太多了 可是從此在2016年也不過五年前嘛 就多了一個名詞或多了一個症狀叫做哈瓦那症候群 這是一種病症 但是現在沒有證據從那個之後美國就陸陸續續發生說美國在中國的使館在俄國的使館有外交官出現類似的情形 甚至包括CIA的人員也出現過 這個跟我們台灣有關係在2019年的時候美國就出現了一個報告說有兩名CIA官員在抵達台灣的時候耳鳴 頭暈 他說大概是時差吧 可是後來不是 他認為這就符合了從2016年美國在追蹤的所謂的哈瓦那症候群 所以這個時候那當年呢就是2019年的時候美國就出了一份研究報告 說很多生病的外交官都有這個所謂的大腦異常的現象 那到了去年的時候那個美國就開始立案調查了 有一個所謂的19人小組都是科學家醫生 那國務院要求進行調查說這個看起來是某一個微波輻射的定向脈衝射頻能量 那這個東西呢還沒有一個定論到底是誰弄的 是不是故意的 那是有什麼問題 但是剛剛寧管理提了CIA的局長伯恩斯 他就公開的講他說過去這五年來的幾百個案例裡面 非常非常多的比例是我們CIA的人員 那得到這個哈瓦那症候群 所以各位記得在上個月的時候賀錦麗 美國副總統他到越南跟這個到新加坡訪問 就傳出一個消息在越南河內訪問以後 延遲三個小時出發 當時就說有異常健康的事件 那大家在追什麼叫異常健康事件的時候呢 就發現說原來當時候就有至少兩個人 因為哈瓦那症候群接受治療 今天CNN傳出來 這個傳出來當然是美國內部政府放的消息 說連中情群局長伯恩斯在稍早訪問印度的時候 團員也出現了哈瓦那症候群 那換言之這個情勢升高 美國加大力道的用追蹤恐怖組織的方式 在立案調查也就急劇的升高 換句話說CIA的局長伯恩斯的意思說 你居然動到我身上來了 我們副總統出訪 我們情報人員 中情群局長情報頭子到印度出訪 你都可以用奇怪的音波 腦波的干擾或不明的原因 讓我們的外交官情報官生病 產生哈瓦那症候群 所以這個已經升高到接近恐怖組織的方式 在進行研究 那究竟到最後是什麼原因 我們不知道 但是現在也有很多說 其實過去在六零年代跟七零年代的時候 美蘇冷戰的期間 其實很多當初俄國蘇聯也用各種的輻射微波的方式 做腦波的干擾 所以這個可以像諜報小說 看電影一樣的精彩 那後續一定還有進一步的調查報告 但是顯然這一次今天CNN放出來這個消息 表示美國的政府情報單位 國務院高度重視 所謂哈瓦那症候群 對美國所產生的影響和侵害